再来绣好第一批第二批之后呢 接下来就把私礼把它画好 然后再用滚针把这个花瓣丝的 比较深的颜色的这个私礼的线呢 先把它用滚针绣好 那绣滚针的时候呢 就是针脚要短不要太长 第一针这样下去 留一个线圈 然后接下来在中间这里出针 然后第二针的时候呢 在这里针脚短一点 然后在这里入针 好出针的位置 注意出针的位置呢 在这个第一针针尾的尾端 就附近这里 好这样出来 好这样慢慢修下去呢 这个无度的线就会出来 再来接下来呢 再来接下来呢 就以这样子 短短短的针法呢 用颤针再加套针呢 就这样一小区域 一小区域的把它绣好 那旁边这里 就照刚刚这个方法 接针的方法去绣它 然后如果是上面 短下面长的话 这个有的时候 就一样做方式的状态 就是颤针加进去 譬如说像现在 修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这里有空隙 所以就加针 然后就加一针过来 就像用颤针 加针加进来 这样把它补起来 这样把它补起来 要还有空隙的话 也可以再加一针 也可以从下往上 从下 然后往上 然后 尖缝插针 这样子 那这边顺着私理 你看这边私理方向 已经是倾斜了 这边 所以就要往这个方向 斜 你会发现私理方向 跟刚刚这一区块 就不一样了 然后到旁边 这边也是跟刚刚一样 就 先出针 然后呢 再把这个线拨开 拨开 从内缘拨开 不要从外面 拨开 然后把它推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